四年多前 确诊了慢性骨垂性白血病 这四年多以来 就是配合医生做一路上的正规的治疗 也帮助了我在这个路程当中 很多的一些生理心灵上的协助 白血病我们一共有分十大类 有急性的还有慢性的 急性里面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慢性就有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还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所以CML它就是属于 这四大家族的其中一种 叫做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它是在所有的白血病里面 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的多 当校医生跟我说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情绪反应感 因为我对这个疾病非常的陌生 是直到开始去网路上爬吻 原来是血癌的一个疾病 那时候心里就一些惶恐恐惧 让我情绪都发酵出来 觉得真的是世界末日 其实因为我的工作是设计师的工作 是一个比较高压的环境下 那熬夜啊 加班那些真的是平常都会出现的 就是处于一种比较有压力的情况下 这个疾病是单一成因 它就是肺沉染色体基因对转 产生的 我们如果可以针对这个基因来做治疗 那只需要一大类的药物 来把这个基因把它控制住 大部分的病人就可以控制得很好 之后医生有跟我讨论 不管是饮食生活作息方面 那医生跟我讨论之后 他帮我挑选了标靶药物 一天吃一次 医生在选择这些不同的标靶药物 我们会根据病人现有的状况 去选择对他最适合的药物 举个例子 譬如说有些病人他有糖尿病 那有一些药物呢 他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谢 那如果说他有糖尿病的选择呢 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新陈代谢的 这些药物来做治疗 在治疗时遇到的副作用 是可以学习与之共存 改变生活习惯 像透过运动来消肿 反解任何的副作用 那时候我回诊的时候 我就马上告诉医生说 我有这样的身体不适的状况 发生水肿和热膜积水的现象 医生就跟我讨论说 要不要考虑换药 但是其实换药对我们来说 是有一点害怕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重新适应 新的副作用 现在如果要换新的药物 会其实对我们来说 会有心理上的负担 所以就跟一顿讨论说 那我先适应一下目前的状况 那看之后怎么样 我们再来做药物的状况 朋友的支持 学商姐的经验分享 都是治疗上一大的注意 这时候其实我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讲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都是对这个疾病非常的陌生 但是因为他们也是会去网络上搜寻相关的资讯 知道说只要配合医生的正规治疗 都可以有很好的稳定性 所以他们就叫我安心 那因为我自己之后有加入了 慢性白血病的交流社团 那我觉得里面的学长姐给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 所以我从里面不管是我在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 获得了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得到他们的鼓励 那有时候里面一些学长学的副作用 他们会写出来 然后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也会用正规的方式去寻找 适合我们自己可以缓解副作用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在我生活上很大的帮助 副作用之一是让皮肤毛发变满 突然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白发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害怕 我还问我的主治医生说 我可不可以染头发 那我的主治医生还蛮可爱的 他就把他的白头发翻开 让我看说我又有白头发 这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然后告诉我说 当我们的副作用产生的时候 如果他是不危害我们的生命安全的话 其实是可以接受他 跟他和平共处的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疗 超过九成的病人 他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他的存活期跟一般常人是没有差别性的 我们只要达到了很好的分子 生物学的反应都不会变化 这个会不会变化呢 最后就操控在谁的手上 操控在病人的手上 因为我们是每个月回诊 三个月会抽血一次 那目前的指数都是在一个稳定的发展 你只要定期的服药 服药的顺从性高 我们这个疾病都不会再对你造成反扑跟危险 所以好好的用药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要好好持续配合正规的治疗 就算是血癌也能够和平共处 先知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左